我国将从这个星期五开始重开国门 在经历超过两年的疫情限制之后 旅游业终于派来了强劲复苏的曙光 虽然政府取消了入境时的 冠病筛减和强制隔离措施 但不代表新冠病毒已经消失 旅游业者建议民众在出国时 做好万全的准备 包括购买冠病医疗保险 以及充分了解出游国家的入境程序 重新适应后疫情时代的旅游新常态 大马入境旅游协会 梳理主席梁伟红接受本台访问时指出 虽然一些国家已经陆续开放边界 欢迎外国游客入境 但是大部分国家或者航空公司 都设有一套防疫规定 比如游客在启程前48小时内 必须进行逆转路聚合霉链式反应PCR检测 抵径后接受冠病筛减 并且到指定地点等待结果 这一系列程序 无疑都增加了疫情时代下 民众出游所需要花费的开销和时间成本 另外一个成本是我们要接受的事实 就是保险 很多的国家都邀请我们要出示保险 给他们做一个证明 目前我们在出游的按照不同的年龄层的保险 大概是在100多块到400多块左右 就是你它分成个人的跟这个家庭的 其实跟我们之前我们的保险大概是在100块钱以下 所以它的增加的幅度还是蛮高的 梁伟宏指出旅游保险的受保范围因配套而异 当中包括航空保险 行程保险 意外保险 医疗保险等等 目前许多国家都明文规定 外国游客在入境前必须购买冠病保险 当中就包含游客在旅游期间无幸感染冠病 而需要脚步的住宿和医疗费用 此外 梁伟宏也提醒 民众如果想要出国旅游 出行前必须多做功课 了解目的地的出入境条规和疫情形势等 并且做好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 尤其是不幸确诊官兵后 突然增加的费用和行程天数 今天的出游并不是以前的出游 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回到疫情前了 但是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接受疫情后的新常态出游 还有跟疫情共存的一些出游 包括出游的时候 你必须做好身心灵的准备 也同时都要做好这一个抗疫的准备 就包括了携带一些药品 保健品 还有一些防疫的洗手 口罩等等 这些都是现在出游最重要的考量 从4月1号起 已经完整接种新冠疫苗 而且出行前筛检成阴性的人士 入境我国后无需隔离 这对于旅游业者而言无疑是一项好消息 不过目前大部分旅行社所接到的都是询问电话 咨询2到3个月后的旅游行程安排 至于这些询问的潜在客户 最终是否成行还是一个未知数 目前的航班机票这些呢 就是航运呢还是比较少的 并不是很多 所以相对的它的价格呢 是比之前稍微有提高了一些 但也不会是那种水涨船高的那种 只是大概可能是提高了一部分吧 可能10%左右 也不会提的太高 但是基本上呢 并不是价格的问题 而是班次的问题 因为很多的国家 还有很多的目的地呢 还没有直航的飞机 你还是必须转机才能够抵达 另外 一些旅行社也面临着人手短缺的问题 不少员工因为疫情影响收入的原因已经转航 如今国境重开 但是行业前景还未明朗 他们也在衡量着其中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 因此一时半刻无法决定是否要重操就业 无论如何 旅游业者对于国境能够重开 都感到兴奋和期待 尽力克服眼前的难题 为游客们提供优良的服务与配套 让坐困酬成许久的国人能够安心顺利出游 马金社电视 李于晴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